最近一間日本眼科診所的廣告牌被熱烈討論 這間診所的女院長竟然姓愛新角羅 是稱詞王族的國姓 但院長在社交平台上都以日文溝通 早前入媒訪問愛新角羅院長 原來院長出身於中國遼寧省 在遼寧就讀當地名校時 已經收讀日文作第二語言 18歲時就到名古屋大學醫學部成為留學生 之後在日本留下成為醫生 他表示自己由已故爺爺後中聽說 自己是清朝第三位皇帝順治帝的後裔 而他的爺爺和清朝最後一代皇帝頗而屬於同一輩 記者問到他家有沒有清朝家寶時 他表示中國民間家庭並不會保存家寶 因此都只是看過爺爺的家寶